这位在清流部落附近的鸡舍 当初是业者向部落族人 乘出原本的温室而改建 里面从刚开始一千多只的鸡 到现在推顾已养了五六千只以上 鸡饭产生的恶臭 已经让临近的部落族人难以忍受 满天飞舞的餐饮 更让族人担忧影响环境卫生 但今年一月部落居民前往跟业者沟通 要求鸡舍搬迁 当时业者答应二月底前就会搬走 但二月已过 仍不见业者有任何动作 业者说话不算话 族人二月二十九号再度前往鸡舍 表达严正抗议 随后业者跟主人代表 来到中原派出所再次协商 并表示新的鸡舍已差不多建置完成 希望宽容几天 最晚三月中必定将鸡舍清离部落 原事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榜报导